作為一個在這個世代的人權工作者 我其實正從來沒有想過說 在2017年的現在 還會有台灣人被扣上 天赴國家政權這樣的一個罪名 或是說是被中國所扣上的罪名 我們就不停的被人家問說 台灣人為什麼要今天六四晚會 自由這個花從來都在富裕中慢慢培養長大 你隔壁鄰居在起火在縱火 當然家裡自己縱火的時候 你能夠不去管他們嗎 你能夠覺得說它完全不會影響到你們嗎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強盛的政權呢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有自信的政權呢 每天都害怕有人會推翻它 每天都害怕有人從境外偷偷跑進來 要把它推翻倒 9月19日 當時仍然是中共總書記的自止 到天安門廣場 已學生棋子絕食 星兒溫 再沒有遊行 再沒有絕食 有力只是坦克 均衡 暢城 一切一切 我們都能夠從電視台的直播 和記者傳回來的字典 看得清清楚楚 一場悲壯的學生運動 就在暴力鎮壓中落幕 不知道在場各位對六四事件的了解有多 相信你們平常都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去了解六四事件 因為像我自己是1993年出生 所以其實六四事件發生的時候 我就是根本還沒有出生這樣子 所以其實 過去對六四的了解可能就是來自歷史課本 可能很簡單幾句話 然後我可能一直到上了大學 才漸漸有一些不同的管道去認識六四事件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這部紀錄片的時候 其實非常的震撼 那這樣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從來沒有想過 中國可能會以變中這樣子的面貌存在 就是人民可能帶有力量 然後人民可以去反抗政治 這讓我感到非常震撼的地方 那這也讓我覺得說 這是我們就是現在還必須要去認識 然後去了解 然後繼續的紀念六四事件的一個原因 台灣你自己的事情都還沒有管好 那你為什麼一定要去管一個其他國家的事情 那我們從2013年開始有人質問之後 我們也開始去反思一下就是這個問題 到底對 當然就是對不同年代的 對不同世代的台灣人來說 可能會有不同意義 台灣有一批世代的人 他們當年1989年的時候 跟著這些在天安門廣場上的這些學生 一起坐在 他們坐在天安門廣場上 而台灣這邊的學生是坐在自由廣場上面 然後跟著他們 然後也在 就我理解他們在六四當天的 開槍的時候 他們也做了一個連線 然後做連線也聽到了 在北京的學生跟他們說 政府開槍了這樣子隨機斷訊 六四基本上在我出生之前 對我們這代的年輕人來說的話 到底紀念六四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們經過了幾個討論之後 關心中國的六四這件事情 大家看了一個影片之後發現 這麼的殘忍這麼的可怕 那中國追求民主化這個東西 我們覺得是一個正當的 那我們就應該支持 這是一個普世人權 台灣的年輕人現在有點意識到說 現在中國現在正在侵略這個台灣 這樣的狀況 所以台灣有一部分年輕人 想要排除中國這樣的影響 所以關心中國的事情這件事情 就變成說 我們可能需要去找一個很特別的理由 需要去找一個很特別的方式 去正去正利他 不然的話我覺得中國對我有敵意 所以呢 我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不要理他 這樣子 對一些年輕人來說是這樣的 對他當然對很多人來說 這就是個普世人權價值 有很多年輕人覺得說 中國欺負我們是一回事 我們關心他中國是另外一回事 我們一方面是認為說 在1989年的時候 6月4號的當天 八九民運做了一個簡單的結束 但是在1990隔一年的時候 台灣這邊就有新的 也是一樣透過學生運動的方式 然後進行政治化的改革 那台灣在這邊進行政治化改革 最後結果是如大家所見 就是我們台灣走向了一個民主化的一個進程 但是在中國他們1989年的武力鎮壓之後 他們現在越來越走向一個 越來越專制 越來越獨裁的一個威權政府 對 所以在台灣 在這樣的同樣的歷史 接近的一個時間點的時候 台灣有沒有一個 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一個責任 一個簡單的責任去關心這件事情 去推動這件事情 就像蔡老師剛剛講的 民主是最重要的核心是可以讓每個人 有一個選擇的自由 讓人活得像人 中國人他應該值得一個有民主的政府 老實說從2012年的中頂方事件 到2017年的領治事件更讓我們看到說 台灣人不可能把自己關在島上面 然後就可以享有我們自己的所謂的民主或人權 那中國的人權持續的惡化的話 其實他也仍然會影響到我們每個台灣人民的權利 那長期來也是透過網路的方式 來去關注中國的人權 甚至是對中國的這些網友 去分享台灣過去情化的一些歷史 那甚至也捐一些書籍讓他們可以閱讀 那就因為這樣的一個事情 他被這個中國扣上的顛覆國家政權的這樣的一個罪名 然後正式的予以逮捕 那現在已經被非法關押了第77天 今天是第77天 那我們不知道他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那今天蔡英文總統跟前總統馬英九先生 兩個都相繼的對六四以及李明治的事件 都有發表相關的一個談話 沒有想過說 其實在李明治在3月19號裡被失蹤之後 其實我的朋友如果他要去香港 或者他要去澳門 我們都要開始幫他安裝一些安全的工具 讓他在他如果真的遇到什麼事情的時候 他可以立刻讓我們知道他現在已經被抓了 或者是他現在的位置在哪裡 我沒有想到在2017年的台灣 做人權工作的我們有一天會需要做這樣的事情 好像還是有一些朋友會覺得說 那就不要去中國就好啦 那為什麼就是 就是好像會覺得說這個是 就是林林哲先生的就是他自討苦吃這樣 可是事實上真的不要去中國就沒事了嗎 好像也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必須要講的是說 目前在整個其實全球化的這樣的一個時代底下 中國的或說任何一個國家 他的一個人權的侵害 他勢必也會去影響到其他人 所以我們不可能去說 我們今天只要不離開台灣 然後其他國家的人權都不會影響到我們 都不關我們的事 我想那個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今天中國政府持續的不去理會我們正常的 合法的簽訂的一些協議 或者是相關的一些溝通管道的時候 而是持續的去派一個所謂的 他自己所派的這個李俊敏先生 然後要去跟家屬進行任何的一些溝通談判的時候 那這個東西過去在蠻久時代也是被默許的 到現在蔡英文時代其實是因為家屬拒絕了 所以這條路才走不通 那我們想要問的是 我們要繼續默許這樣的一個中國派特使 然後來去挾持我們人質的這樣的一個事情 不斷的發生嗎 我們要繼續讓中國政府繼續的對我們 就是於去與求嗎 還是其實我們應該要抬起頭來 去想一些更積極的作為 更更有效的一些做法來去逼迫中國 其實必須要去回應我們所提出來的總統的訴求 我們為什麼會堅持紀念六四 我是覺得就像台灣前不久 通過的同婚這樣的大法官視線一樣 我們都知道同婚大法官視線 它其實不僅僅是為了同治這個族群 它更為的是同治平權背後所反應的那種 普世價值平等自由和尊嚴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在悼念六四 我覺得當然我們也是紀念當年的死難者 可是呢更重要的意義我覺得還是現實中的政治 第一個就是我們紀念六四表達我們 表達的是我們對普世人權 普世價值的這種關注 第二個我們紀念六四 表達的是我們對自由民主的制度的捍衛的決心 第三個我們紀念六四 也是對中共的一種嗆瞎 向他表示我們最大的抗議 讓他們知道 他們曾經犯下的這個罪行 原本是不虧往上 前不久也看到 蔡英文總統今天在臉書上 發表了一篇講話 表達對六四的關心 那在此呢 我也特別的感謝蔡英文總統 願意關心中國的民主化問題 我認為蔡英文總統 不應該把這篇臉書 是寫給中共政府 對中共政府寄以希望 我覺得是沒有用的 蔡總統的講話 應該是講給中國人民 他的發言應該是面向中國的公民社會 他應該告訴中國的普通民眾 台灣的人口 是著力的關心中國的民主 而不僅僅是勸中國的政府 要怎麼去改善 中國的那個影響力 在兩千年以前 基本上是用直接壓迫的方式 也就是訴諸製造恐懼的方式 在兩千年以後呢 中國的經濟力量其實是 蓄積的越來越恭厚 為了解決他所需要的能源問題 為了解決他國影欺滅 產能過剩的問題 他其實是有秩序的 有步驟的 在實行有一種 就是走出去的戰略 走出去的戰略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以輸出中國的資本 去買到最大的政治利益 換句話說 輸出中國的資本的過程裡面 也輸出中國的政治標準 他逐漸的從軍事跟政治的直接壓迫 不是沒有喔 只是越來越引迴 那比較多數的時候 他是採取一種經濟的手段來進行 經濟的手段喔 他是立基於市場的契約行為 他有一種契約的自願性的意涵在裡面 他就會充當你這種壓迫的特性 到了2008年馬英九上任 不到一個月之內 中國的觀光客就 採線團就進來了 那一年 中國的觀光客 從30萬人上升到90萬人 然後以後每年 以60萬人增加的速度 一直簽字 一直到2016年 最高達到410萬人左右 410多萬人 到了蔡英文的任內 就下降了50萬人 下降1% 其實幅度不是很大 可是這個下降喔 就馬上引來了台灣 這個島內 有所謂的觀光業者 開始上凱達哥然大道去抗議 台灣的觀光業要完蛋了 台灣已經生活不下去了 人民要求溫飽這樣子 人民要求溫飽 我們要入客 然後你來抗議台灣的政府 其實是一個很虛偽的抗議 為什麼?因為 控制陸客的來源 不是蔡英文 也不是馬英九 也不是陳水扁 控制陸客的來源 大家如果仔細去看一下 你就會發現 大陸人民 能夠去國外的哪個國家 他們能夠去找哪些旅行社 來辦出國觀光的煙雨 這個全部都是國務院要批准在開 所以根據中國公民出國旅遊的管理辦法 這個權力是完全壟斷在中國的黨國體制裡面 這個在台灣已經發生過很多次了 你高雄你敢邀請熱比亞來 好,那下一次的觀光客 陸客全部都照過高雄 那最近一次就是所謂的陸客 直到南八縣市裡面去 所以 在政治上面 他中國人民的出國旅遊 變成中國黨國體制的一個政治武器 好,我們誠摯的希望就是 中國的良心飯都能夠被早日的釋放